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圣经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十三节 我们既然晓得怎样敬畏主 就以此劝导人 上帝完全认识我们 我希望你们也从心里认识我 我们不是想再向你们推荐自己 而是要你们觉得有理由以我们为荣 好让你们有话回答那些 只重外表不重品格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是疯了的话 那是为着上帝的缘故 如果我们神智清醒 那是为着你们 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 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众人死 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 他为众人死 为要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 所以我们从此不再根据人的标准来估量人 虽然我们曾经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基督 现在我们不再这样做了 无论谁 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 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已经过去 新的已经来临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 又给我们传和好福音的职份 我们所传的信息就是 上帝借着基督与人类建立和好的关系 他不追究我们的过犯 并且把他与人和好的信息 付托了我们 因此我们做了基督的特使 上帝亲自借着我们 劝勉你们 我们替基督请求你们 让上帝使你们跟他和好 基督是无罪的 可是为了我们 上帝让他担负我们的罪 使我们借着他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 我们是上帝的同工 我们要劝勉你们 既然已经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你们不可使这恩典落空 因为上帝说 在接纳的时刻我垂听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你 听啊 现在就是接纳上帝恩惠的时刻 今天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 我们不愿意别人毁谤我们的侍奉 所以我们也不妨碍别人 为了在一切事上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忍受各种患难 贫穷困苦 我们曾遭受鞭打 监禁暴民的骚扰我们老苦 失眠 挨饿 我们以纯洁 知识 忍耐 仁慈 更借着圣灵 真挚的爱 真理的信息 和上帝的大能 来表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以正义做武器攻击敌人也保卫自己 我们受尊敬也被侮辱 受责骂也被称赞 人家说我们是骗子 其实我们说的是诚实话 说我们积极无闻 其实是家喻户晓 说我们死了 其实都好好的活着 我们受刑罚 却没有被杀 忧伤 却常有喜乐 贫穷 却使许多人富足 好像一无所有 却样样都有 哥林多的朋友们 我们向你们推心致富 坦白说话 不是我们偏狭 而是你们心胸狭窄 我对你们说话 像对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 你们要宽宏大量 用我们带你们的气凉 来对待我们 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 一切事物在自然力中变化 似乎都是从一开始是新的 经过时间环境的变迁 渐渐都会变成旧的 然而爱我们的上帝 却让我们的生命 不受到肉体逐渐衰老 而走向绝望 因为上帝让人们 可以因着内心的改变 使我们可以跳脱出 旧有的限制与捆绑 有个故事说 有一位爱耶稣的小女孩 因着在主日学 听到老师教导耶稣的话 要爱人如己 这小女孩因为家庭贫困 需要借着在客鱼之时卖花 以帮助家庭 有一天小女孩在收摊之际 手边还剩下几朵玫瑰花 她看见路边坐了一位乞丐 她微笑地将手中剩余的玫瑰花 送给了乞丐 并对她说 主耶稣爱你 乞丐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家后 把玫瑰插在一只玻璃瓶里 可漂亮的玫瑰 怎么可以插在这么肮脏的玻璃瓶呢 于是乞丐将玻璃瓶擦干净 漂亮的玫瑰和干净的玻璃瓶 怎么能够在这么脏乱的房间呢 于是乞丐收拾了房间 这么整洁的房间里 怎么可以站着这么脏兮兮臭烘烘的自己呢 于是乞丐给自己洗了个澡 换了干净的衣服 让自己焕然一新 当乞丐看到这么年轻帅气的自己 想想自己怎么会是个乞丐呢 于是第二天就出去 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 慢慢的乞丐在事业上越做越好 最后有了不凡的成就 今天的圣经 听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无论谁 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 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已经过去 新的已经来临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他借着基督 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 又给我们传和好福音的指纹 亲爱的朋友 愿我们的生命 有改变更新的机会 使我们享受到新生命的祝福 更求主帮助我们 领受传和好福音的指纹 成为别人生命改变更新的契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